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今天訪問的是因為打疫苗之後 身體出現一些狀況的吳先生 那吳先生可以請您聊聊 您打了新冠疫苗是在什麼時候打 然後之後出了什麼樣的情況嗎 這個莫德納疫苗 應該對有些人來講 有些人沒事 有些人有事情 表示這個疫苗還是有毒性 謝謝 道正您是打完之後 馬上第二天就出現狀況嗎 還是大概多久之後出現這個情況 第二天都出現狀況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想過一陣子都 我也沒有吃什麼止痛藥 可是到現在都還是會痠痛 我現在也不敢打第二劑第三劑 打的也是死 沒打也是死 所以等於過了三個月 都還是持續這些情況 那有好轉嗎 還是一樣嚴重 有沒有嚴重的程度 其實是比較嚴重 現在是好大概 還是七八成還是會痠痛 所以只好一 只稍微減輕一兩成而已 那個痛的程度 就是大概兩三成 因為這個關節好像都會 爆中力都會痛 都會痠痛 好像是筋膜炎 那事前您在接種疫苗的時候 醫師有沒有跟您提醒 或是警告說 接種疫苗可能會出現的副作用 或風險 完全沒有 我有問兩個嘉醫科的醫生 跟小小科的醫生 他都說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你出現狀況之後 你回去看醫生 沒有沒有 我去看那個腸胃科 也是嘉醫科 還有去看那個檔固層 我有問 順便問 他說這是正常的 我覺得根本就是有毒 所以他們那醫生的講法就是說 這個情況本來可能過一陣子就會消失了 是正常的 他們覺得這樣是很正常的 但結果你一直沒消失就對了 一直死去 可是還是沒有消失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疫苗 對某些人有 可是對我這個有些也是有 我現在不敢打 我現在寧願死也不打 因為等於這隻手 有一點半常會 各位觀眾朋友們 聽到吳大哥 吳先生的遭遇 讓我非常感慨 我們的政府要求很多行業 就是說你一定要打疫苗 才可以去工作 才能做這個工作 結果 等於陳時中在亂講話 對呀 但是陳時中 等於 那麼還要選市長 那這個人是禍國殃民 對啊 那民眾萬一打疫苗之後 像吳先生一樣 出了這麼嚴重的副作 或甚至更嚴重的副作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政府 這種強迫人民打疫苗政策 任何行業人都不應該被強迫打疫苗 應該要自己選擇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吳先生的受訪 謝謝 謝謝